我们这些年来特别想孩子 我们没几年活动了 如果孩子还在 他过得好吗 能养活自己吗 如果孩子还活 能不能给我们其他照片 和告诉他生活的情况 我们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也就放心了 2020年6月 一个寻人启示在网络上爆火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转发 七寻父母的亲生女儿曹倩 在去德国留学之后失联17年 如今老两口时日无多 希望能够找到亲生女儿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曹倩为什么会失联这么长时间 曹倩出身的年代 刚好是改革开放拉开帷幕的时代 曹倩的父母曹赵刚和刘玉宏 虽然没有文化 但却仍然知道 读书才是改变农村人地位的唯一出路 于是主动支持曹倩去上学读书 在当时的情况下 重男轻女思想仍然残留 在当地 很多家庭是不允许女孩子去上学念书的 而大多数的女孩子命运 都是在家里帮助父母干农活 等到了十几岁外出去电子厂打工 直到以后再被父母许一桩婚事嫁人 而曹倩在曹赵刚的宠爱下 显然并非如此 刚开始一些亲戚朋友 还觉得让曹倩上学暑时有一些不妥当 甚至还有人劝曹赵刚 趁着年轻再生一个男娃娃 这样好歹能够继承家业 并且在日后给他们二人养老送终 但这一切全部都被曹赵刚拒绝 事实上 曹倩在学习期间 成绩优异 也从来没有让曹赵刚担心过 并且还成为了曹赵刚心中的骄傲 逢人一提起曹倩 曹赵刚内心忍不住的骄傲 当时也确实很多人都非常羡慕 曹赵刚说他生了一个好闺女 以后指定能够考上大学 找到一个好工作 让曹赵刚过上一个人人羡慕的好日子 可能也正是因为曹倩成绩优秀的原因 所以导致了曹赵刚二人将重心全部放在了正前上 和曹倩的沟通非常少 即便是偶尔的沟通 也大多数对曹倩的说教 但对于这些 却恰恰成为了曹倩的逆临 曹倩时不时地和曹赵刚怄气 而曹赵刚则认为 父亲管教女儿天经地义 往往不会在意曹倩的想法 总是以自己的想法 强行施加在曹倩的身上 妇女二人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 因此曹倩总是想要迫不及待地离开这个家 只有离开了这个家 或许曹倩才能够过上 自己想要的自由生活 不会再被父亲指手画脚 而曹倩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机会 那就是高考 高考之后的曹倩 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曹倩心里想着 自己要考取一个经济发达的 南方城市所在的大学吗 这样可以让自己见识见识外面 更加广阔的世界 但谁也不曾想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望 最终都被曹赵刚剥夺 在老一辈的农村人思想之中 医生和老师这种听起来高大上的职业 就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职业 所以曹赵刚根本不允许曹倩选择 他喜欢的经济管理学专业 更不允许曹倩去更远的地方上学 硬是逼着曹倩将自己报考的学校和专业 改成了辽宁师范大学的教育技术专业 到了大学 终于没有人管教曹倩 但曹倩对于这样的教育专业 实际上并不喜欢 刚开始上大一的时候 曹倩的成绩还是相当优秀 但这并非他想要的 于是故意开始学坏 抽烟喝酒烫头 每天窝在宿舍睡觉 就是不去上课 终于曹倩的行为引发了恶果 那就是曹倩在期末考试中 有五门学科的挂科 这件事情辅导员相当重视 甚至还联系了曹倩的父母 一听到曹倩在学校的所作所为 更加让曹赵刚气愤 但此时的曹倩身在学校 他即便是想要管教也管教不到 终于到了大三 曹倩无意之中得到一个消息 他们这个专业的第一名 可以获得去德国留学的机会 在曹倩看来 世界之大 或许只有留学 才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父母 于是果断的觉醒 不得不承认的是 曹倩不愧是曾经的学霸 没过多久 就将之前落下的学科 重新补了回来 并且将挂科的科目完成了补考 黄天不负有心人 在曹倩的努力下 他终于拿到了这个 去德国留学的名额 但去德国留学 可不是公费出国 其中出国留学的费用 还是需要曹倩自己出钱 最终 曹倩将此事告诉了父母 一听能够出国留学 虽然花销巨大 虽然曹赵刚舍不得女儿 但最终还是一咬牙 将这出国留学所需要的 八万元的费用 给七拼八措凑了出来 这也多亏了曹倩 一直以来都是好学生的名头 本身亲戚们 就在想着法子 能够和曹倩搭上关系 很多人听到 曹倩竟然要出国留学 毫不犹豫地 就将钱借给了曹赵刚 在他们看来 只要日后曹倩发达了 肯定不会忘记他们的好 很快 曹倩就踏上了 前往德国的旅程 曹倩在德国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会主动地 和曹赵刚夫妇切断联系 他在德国生活得如何 刚开始去了德国之后的曹倩 确实生活过得很不如意 因为语言不通 曹倩不得不选择 学习了两年的德语 和一年的预科班 这才成功地有了 在德国生存下来的本钱 而在这三年期间 按照德国法律 刚来的外国留学生 是不允许在德国打工的 换句话说 曹倩想要在德国打工赚钱 还相当地困难 相当于挣黑钱 好在一切都没有被发现 在这三年时间 曹倩也偶尔和家里人进行联系 但所谓联系 倒不如说是要钱 三年期间 曹倩总共就和家里 打过三次电话 每次都是钱不够了 需要曹赵刚给他汇钱 除此之外 曹倩也不会说一些别的 更不会说去关心 两个老人之后的生活 这样的情况 让曹赵刚非常愤怒 这样的情况 让老两口心中不是滋味 又过了半年时间 按照正常情况 这个时间段 曹倩都该打电话 找家里要钱了 老两口整天都在期盼着 曹倩能够打过来电话 但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曹倩在德国 已经完成了预科学习 也具备了正常工作的能力 有了生存下去的资本 再也不需要往家里要钱了 很明显 老两口的等待注定成空 无奈下 老两口发动了 他们竭尽所能想到的办法 先是找到了 曹倩在辽宁师范大学的同学 从那里得到了曹倩的手机号码 但每一次拨打 都会被无情地挂断 到了后来 更是主动更换了号码 无奈下 老两口想方设法地找到了 驻德国汉堡的中国领事馆 希望大使馆帮助 可以寻找一下曹倩 领事馆按照之前曹倩留学填写的地址 找到了曹倩的居住地 但曹倩却始终不肯见面 出来迎接大使馆的 是曹倩在德国的男朋友 男朋友告诉大使馆的人 希望他们不要再来了 此后 曹倩再次更换了地址和手机号 这一次子 就连大使馆的人都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 失去亲生闺女的消息 这对于老两口来讲 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打击 但谁也没想到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2007年 老两口按照正常情况去医院做体检 却意外得知了一个消息 曹赵刚患上了肾癌 而刘玉宏则患上了乳腺癌 这让本身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加雪上加霜 老两口每个月都需要拿出额外的2000多块钱 用于夫妻二人的疾病治疗 时间慢慢地流逝 而老两口的身子骨也越来越不如从前 村子里面藏不住秘密 毕竟老两口的亲生闺女 自从去了德国留学之后 还从来没有回过家看看 而那8万元的借款 也都是夫妻两个人在偿还 时间一长 很多人也都明白了什么情况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 老曹家养闺女养出了一个白眼狼 是一个未不熟的狼仔子 眼下人也培养成才了 却直接拍拍屁股走人了 只留下老两口在村子里面继续过苦日子 曹赵刚对曹倩曾经有多么的骄傲 如今就有多么的悔恨 村子里面的人的评价 如同一个个锋利的刀子 狠狠地刺在他们夫妻二人的胸口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 而老两口的病情也在逐步地恶化 直到2020年 老两口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 此时 他们唯一的心愿 就是找到他们的亲生女儿曹倩 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他们再次求助媒体 希望能够得到广大网友的帮助 面对记者 曹赵刚明确地表示 他们寻找曹倩不是让他回来养老送中的 就是想要的单纯地看一看 曹倩到底还有没有活着 这样的新闻已经发布 瞬间引爆了全网 很多人都在讨论 关于曹倩和父母的事情 更换住址和联系方式的曹倩 还能够被找得到吗 曹倩这17年来 在德国过得到底如何 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被找到 那么他是否会回心转意 回国看看父母 关于曹倩抛弃亲生父母的消息 传播到了网上 很多人都在声讨 但也有人开始选择了帮助 一些德国留学生主动地 在德国四处打听 关于曹倩的事情 但是时间已经过了17年 这自然也不容易寻找 好在功夫不许有心人 其中有一个留学生 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上课 恰巧发现其中 有一个慕尼黑大学 有一个外籍教师 就是曹倩 只不过此时的曹倩 早就更改了德国名字 也难怪就连大使馆 也找不到他 留学生很快打听了 关于曹倩的事情 根据曹倩的学生 他终于得知了 目前曹倩的状况 曹倩已经是博士毕业 并且和一个德国人结婚 生育了一个孩子 取得了德国永久居留权 从目前这些信息来看 曹倩的生活 还是相当的可以 并且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庭 最重要的是 曹倩不是没有回过国 按照大使馆的说法 其实曹倩早就在2004年左右 回过一次国 可能是需要办理一些什么手续 但也仅仅是在上海停留了几天 根本就没有选择回家 而是果断式地再次返回德国 曹赵刚得知了这些消息之后 心里非常难过 但也无可奈何 他们也不曾想到 是因为多年前 他们一直没有跟曹倩 进行及时的沟通 加上曹赵刚的强势 最终酿造出来这样的后果 而关于这件事情 曹倩却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曹倩的做法 让国内的广大网友纷纷声讨 有人怒斥 气为白眼狼 要知道 他的生命都是父母给的 人也是父母养育大的 更何况在后来 为了能够供应他 出国留学 钱都是向亲戚借的 最终却换来了 这样的一个结果 确实令人心寒 但也有人认为 这是因为曹赵刚 本身教育问题 小时候就没有和孩子 进行及时的沟通 总是一副 我是为你好的大人 心态对孩子的生活 和选择指手画脚 强势的父母 会早就一个 性格懦弱的孩子 孩子们之所以 有青春期的叛逆心理 正是因为父母的 教育不当所造成 绝大多数父母 都不能够理解 他们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孩子 但孩子为什么 就不能够理解他们 原因就是孩子们 也是人 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机器 青春期的孩子们 正是荷尔蒙旺盛之际 在那个时候的孩子们 最有激情和探索能力 对于任何事情都好奇 对于自由更加向往 而父母的管教 就等同于 在压制他们的自由 有些时候 孩子不是不知道 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错的 但他们就偏偏这么做 原因无他就是单纯的 用自己的行为 来反抗父母 对于曹茜和曹赵刚夫妇 世人也无可奈何 他日之音 今日得过 而我们更应该 从中吸取教训 及时地和孩子们 进行沟通 了解到孩子的想法 并且要选择疏导 而并非是一贯地 打压孩子的天性 好了 本期故事就到此结束 不知道各位看官 有何看法 请不吝点赞订阅